因為我最近在看我們目前台北市 不管是家戶病房或專責病房 空床都多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醫療量能是夠 在醫療量能夠的狀態下 我相信對這些死亡的百分比一定會改善 那麼今天這個武力裡面 如同我以前講的 只看這個戶籍守在地 其實不能給我們提供什麼太有效的資訊 不過至少要表現說 雖然五個案例 很平均的分散在四個行政區 不過比較重要的是 這五例裡面 有三例是沒有症狀的 就好像我昨天講的 我們統計整個台北市大概44點多%是沒有症狀 確診者完全沒有症狀 所以這也是我們為什麼在 到最後階段 要把全部清掉相當困難 因為他沒有症狀他就不會去 尋求醫療 就不容易被攔下來 所以 所以我也想是這樣 目前 策略上是這樣 應該在每天 如果每天新增案例在10例以下 不明案例在兩例以下 原則上我們還是慢慢解放 因為 因為這個拖久了 我相信各個產業還是受不了 不過今天是 所謂降級的第一天 很明顯 人流物流 車流 我看那個馬路上車子真的多起來 所以 我也覺得還是要小心 那我們還是按照原定計畫 逐步換款管制 那還是把那個聚餐 你知道 群聚吃飯還是擺最後 昨天在七家院 相當篩檢了2189個 結果 陽性率是零 這表示什麼 反正這種精準疫調 很努力的追殺 慢慢在社區的確是少很多 但是還是一樣 我也不認為說 完全沒有 應該還是有潛伏一些 只是說 越來越難抓 所以我們 我們還是要考慮醫療成本 所以我策略是這樣 我們這七家先 繼續再看一個禮拜 如果真的說 每天都抓到零 那 要不要測掉再考慮 所以現在 要把社區當中 最後潛藏的感染源找出來 坦白講 相當不容易 那昨天 因為有一些資料 你知道 因為那個圖做得比較不完整 你知道 因為實在是很重要 所以還是要拿出來給大家再看一遍 這是從五月二號到現在為止 你知道 我們這四千多例的一個統計圖 很明顯的 六十到六十九歲的人數最多 大概從五十到七 五十到五十九 六十到六十七歲 大概這個 所以這個 這個 新冠肺炎很明顯是在高齡者 那上面那個紅色那個就是死亡的案例 那當然是讓看起來不清楚 如果你把它換成那個線條就很清楚 就是這一張 七十歲以上一旦感染 至少在台北的數據 其實我們這個這個現象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更明顯 我們幾乎說七十歲以上 一旦感染死亡率二十二點三 這個 這張 這個 就是 這張 這張 人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